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做游戏了 王子累了 休息一下 听我的口令 坐下 闭上眼睛 来听音乐吧 思维影像训练 小家伙 还记得 我们曾经去看过 大海上的夕阳吗 今天 求求 就带你去看看 太阳公公 从海上起床的样子 好吧 哈哈 等不及要去了吗 来来来 坐上求求的魔法男挖车 我们出发咯 闭上你的眼睛 走咯 海边到了 哇 四周好安静啊 只听见海水 哗哗哗的声音 时间 还很早 太阳公公 还没有起床呢 我们 一起来叫他起床 好吗 来 太阳公公起床了 太阳公公起床了 哦 看 太阳公公起来了 在大海和天空相交接的地方 已经有了一层金边 慢慢的 遇出了一条橙色的线条 很快的 线越来越宽了 变成了月牙形 半圆形 终于 太阳公公 朝我们 露出了 他那金色的笑脸了 来来来 我们快和 太阳公公 问好吧 你好 你好 哈哈 太阳公公 起床了 我们 也要回家咯 呼啦 呼啦 求求的魔法南瓜车 要返航咯 回家咯 睁开眼睛 看看 屏幕上的画面 是不是 和你想的一样呢 观察训练 咦 今天我们的客人 还没到 一起去找他吧 小朋友 哪一个才是 哼哼猪的家呢 好极了 我们赶快进去 看一看吧 哼哼猪 还没有起来 小朋友 你知道 已经几点了吗 太阳公公 是生气 还是高兴啊 地上扔的是什么东西啊 咦 看 哼哼猪 昨天晚上 吃了这么多零食 小朋友 知道 他都吃了些什么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了 那你就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吧 好 我来变个魔术 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 这两张图片 有什么不同啊 哈哈 原来是这样的呀 我的牙好痛 肯定是吃了太多的甜食了 小朋友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牙齿啊 我要去医院了 视觉影像记忆力训练 嗨 小小记家来了 出发 今天我们要和汉字 玩捉迷藏龙 和妈妈比比 看谁抓到的汉字最多 准备好 开始了 开始抓了 妈妈先抓一个 宝宝抓一个 我也来抓一个 嘿 抓到兔子了 还有两个 看谁能抓到 看谁能抓到 怎么样啊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 好玩吧 再来一个 哈哈 哈哈 要和天上的伙伴们捉迷藏龙 我先来 嗯 抓到一个星星 保宝宝宝宝宝宝 抓一个 妈妈再来抓一个 妈妈再来抓一个 还有还有 快找出来 哈哈 哈哈 真棒 天上的小伙伴 也被我们找到了 快看看吧 周密藏 可真好玩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 今天的小朋友吧 妈妈宝宝配合得真不错 今天就到这儿了 明天再见吧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